是的 不想接受你的成人之美 怎么办 那我回去之后 我就直接跟他分手 不了余地 那如果他还要跟你在一起 纠缠你 或者说致意要跟你在一起 继续你们的恋情 你怎么办 我觉得只要他幸福的话 怎样都可以啊 你怎么知道他 怎样才是幸福 只要他开开心心的 看得出来的 怎样都可以 好吧 等他出来之后 你对他说吧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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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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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喜欢她 就是单纯的喜欢她 那我干嘛去了解她的家庭什么的 你不认识她 我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语的女朋友 我挺意外的 你有没有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应该不会骗我 我现在觉得这个小语 她就是一个骗子 小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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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小语 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你笑什么 好帅啊 你不天天见吗 又不是今天第一次见 天天见也帅 女人放花痴的时候 真是没脑子 小语 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你造成的吗 你知道她在追求你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 不告诉她 你有女朋友 对啊 你不是只有姐姐吗 你姐姐 反正算是刻意的隐瞒了 刻意的隐瞒了 确实 之前是我欺骗了你 我确实有女朋友 这个小慧 是我交往了四年的女朋友 是现女友什么 对 对 对 我以为她与她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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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他要的应该不是钱 他要的是一个机会 可能他家境好 靠他的父母的那个平台 他需要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要一个